又是一年立春 又是一年新的开始 仪器性能太好了 当时实验做得挺顺利的吧 时间过得真快 三年前刚接触显微成像不久的我 在实验室里熬过了一个又一个痛苦的夜晚 发表论文被拒稿 硬件实验一直有bug 我不知道自己的研究还有什么意义 我感觉我最近的科研不是非常地顺利 您看这些节骨 这样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 在我们的研究当中 一定会碰到这样或者那样的困难 需要我们去解决 今天刚好是立春 我们出去感受一下立春的气息 来 我们坐一会儿 当时我觉得坐下有点冷 冷吧 在人们的想象当中好像春天来了 应该暖和了 实际上不是这样 立春比立冬还冷 古人为什么把这个时间叫立春呢 来 我们再走走吧 你刚才赶在立春了 天津还这么寒了 实际上立春呢 只是春将到来的迹象 是春的浅奏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这就是寒敬当中了 立春的性格 是在最困苦复杂的过程当中 对未来的崇敬和希望 春将至我们用什么样的勇气和奋斗精神来迎接 坚能酷 百丈冰崖 科研如四季 亦有春夏与秋冬 立春 二十四节气之首 是春天将至未至的坚持与希望 这从不是轻松简单的开始 而是要在艰难困苦中成为标杆 顶天立地 又是一年立春 我们将带着新的科研目标 向着美好的春天出发 新的一年 我希望自己能够多读书 多思考 多运动 成长为更好的自己 突飞猛进 科研进步 多出成果 多发论文 所以春是来的 天气越来越暖越 越来越长 我们想要花更多时间 我希望去秦华 拍一些美丽的照片 早日看到情人坡上 绿油油的草地 早日吃上紫荆四层的榴莲酥 珍稀跟同学们一起 出现在课堂里的时间 珍稀课后 跟同学们一起去食堂吃饭 去操场上挥洒汗水的时间 it's going to be a lot easier for me to apply for a master's degree and I just wish everything can be really great 新的春天加油 先自立 而后迎春 穿越寒冬 春天必将温暖 每个人的坚守与希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